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数字给主角如意穿小鞋 然而根据正式记载 她是乾隆一生真正最爱的女人 宁门之后的复查皇后复查家族祖上 侍卿太祖努尔哈氏起兵之时的嫡系成员 清朝立国之后得以权足如极 满洲上三旗之首相黄旗 在身份上成为清朝统治阶级 里面最拔尖的存在 康熙幼年登基之后 族中当家人米斯汉 被授与内务服总管的职务 成为总领皇家事务的第一把手 那时由于康熙年幼 朝中大臣多以索尼苏克萨哈 厄碧龙奥带四大辅政大臣马首是咱 对右帝康熙是各种阳奉阴伟 与此同时辅政大臣能为了永保自己的权威不倒 纷纷许以重金拉拢米斯汉 希望借他的首爸皇帝死死控制在手中 面对如此诱惑米斯汉并没有尊献 他时刻铭记自己是皇家最后一道防径 他若也投降了 大清皇室将改朝换代 出于对先皇的中心米斯汉 依然拒绝了各种拉拢 竭尽全力维护康熙的皇帝政统 成为康熙初年各大权臣 眼中油盐不敬的牢鼓等 但从结果来看 米斯汉是极具眼光的 康熙亲政之后 辅政大臣几乎全部被拉下台 而米斯汉则因护主有功 被委任了最具权力的官职护部尚书 以及义政大臣的头衔 其家族因此成为康熙一招最具权力之族 而复查皇后正是米斯汉之子李荣宝的女儿 雍正满意的儿媳妇 由于出生于名门之后 复查皇后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礼仪以及文化的培训 举手投足之间 满满的都是大家闺秀的端庄文静 1727年雍正皇帝举情选秀 这一次他不是为自己找女伴 而是要以公共的身份挑选一个合适的儿媳妇 所以显得格外的严肃 当他来回徘徊 在众多芳香之中时 16岁的复查氏 以文静的气场 赢得了雍正皇帝注意 事后 雍正在结合复查家族雄厚的势力考虑之后 决定认了这个儿媳妇 把其嫁给了皇四子弘历乾隆未迪伏计 弘历当时已被秘密认定成为了接班人 雍正希望以此帮助弘历拉拢复查家族 保证他登基之后有能用之人 而皇四子弘历也对这位虽然是父亲安排的妻子一见钟情 婚后二人恩爱无比 一度成为皇家婚姻的典范 1729年雍正更是恩赐一座位于圆明园的长春仙馆给小夫妻居住 注意这是强调恩赐给弘历和复查二人的 可见雍正是非常满意自己的儿媳妇 乾隆最爱的妻子1735年8月23日雍正皇帝去世 皇四子弘历正式登基成为乾隆帝 作为狄伏进复查事业水稻渠成的晋级 成为了母一天下的复查皇后 而当她入主皇家后宫之时 其实客观环境 对她是非常不利的 那时后宫除了她 这个皇后之外 还有一个圣母皇太后 始终坐到在她头上 俗话常说依山难容二苦 注定她的执掌后宫之路任重而道远 但是从结果来说 她做了和皇太后的和睦相处 并将后宫整理得井井有条 1748年复查皇后去世之时 皇太后曾亲自临时 使官留下了悲痛良久的记载 至于乾隆帝是怎样看待自己妻子的一生 她是这样说的 公为内政 全自孝贤皇后宗礼 皇后上是圣母皇太后 承还朝夕 纯孝姓成 而智氏精详 亲众得体 自飞贫以致工人 无不奉法感恩 心悦成福 十余年来 朕之得以专行国事 要余侠以从容策服者 皇后之助也 而除了对复查皇后在工作上的表扬 乾隆对她的情谊也丝毫没有怠慢 再次念复查皇后之时 曾发出九玉贤卫位 对之虚若空的感叹 即现在身边的女人虽多了 但是一想到复查皇后便感到空空如也的寂寞 佩徒来源网络 版权人若觉不妥 联系我们 立马山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